多頭它是領頭仰仙領長 那這一波大型股開始接著 把指數往上推的時候 它是領先下跌 跌了大概一個多月 大概兩個月 那跌過頭了 現在指數拉回資金 回頭又去看就說 哇這個太便宜了 回頭又開始買 開始做一個反購 所以它是會是 這一波反彈的重要的指標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因為鄭老師持續的感冒症狀 所以可能鼻音啊喉嚨比較緊 大家還是多多包含忍耐一下 那大盤今天重感冒 重感冒 剛剛最多跌了605點 有沒有我說應該要回測月線 結果月線是20250嘛 結果今天一舉月線也破了 然後跌破月線 兩萬點都被幹破 直接跌到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九點 一萬九千九都跌破 所以大盤是重感冒 那跌的原因 我想大家都有看新聞 因為以色列跟伊朗的緊張嘛 當然以色列第一時間 在美國的斡旋之下已經表示說 他們不會針對這次的 搗彈無人機攻擊事件做出反擊 但我不曉得是民族性還怎麼樣 可能很好戰或者一個民族的自尊心吧 後面還是陸續軍方還是有人在說 還是會一定會做出一定適當的回應 所以我不要全面反擊 但是我可能會針對一些 比如說部分的軍事設施 maybe會做一些回擊之類的 所以局勢還是緊張 所以局勢緊張 VS的恐慌指數它就往上升嘛 原物料價格也就跟著往上漲 那原物料價格一漲 又把通膨又推得更高 通膨就不容易下了 所以營養首席聯準會原本大家期待說 三月降息就落空了 看起來六月份的降息也落空 那原本希望七月份可能機會也不大 可能要推遲到九月份 那原本如果說今年可以降息個三四次的話 那你時間越往後推 你能降的次數就越少 所以大家就認為就是說 這個降息的地延次數會變少 就造成美元就失去走強 那台幣呢 要大變 扁到 32.552 的這一波的 新的低點 然後比 十月份的 32.491 來得更低 那美元真的太強 那外資昨天就大賣了278億之類 那今天看起來也是持續賣 那這個是一個國際性的 所以 上海啊 南韓啊 日本啊 四大指數全部昨天都稍微還 所以大家就是都在同一艘船上 當然 以過去的歷史經驗 地緣政治造成股市的影響是極為短期 還是有限 但它影響到降息的時間表 這對股市的影響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 指數也真的長很多嘛 從 一月份的中 一月中 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一點 漲到二零八八三 短短的 大概四個月 不到的時間 三個多月的時間 就從 一萬七漲到快兩萬一 漲了三千多 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都不曾回檔測過月線 所以我昨天說會測月線 結果今天是一舉跌破 那我的結論 其實在今天文章 我也寫得很清楚 就像我在測標我所寫的 指數補跌 它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這不是說 IQ想法 自我安慰 跌都跌了 還在說不是壞事 事實上是如此 因為 大家如果回頭去想 就是說從三月份 指數從大概不到一萬九 一路漲到二零八八三 漲到大概一千八百點的過程 所以去看看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大部分都沒有什麼漲到 很多人甚至是踏勞 就像我說的IP股 原本三月份平均跌幅三成 我今天早上再算了一次 這一波IP股 從高點跌到這一波的最低點 平均跌幅36% 這一個期間跌幅超過四成的股票 就包含 巨有科 M31 四星 還有好像還有一檔 跌幅超過四成的就超過四檔股 所以指數在創新高的過程 很多都是台積電造成的 台電 紅海廣達 紅海噴出嘛 廣達一路也漲到快到三百 其實都有貢獻 聯邦克也是啊 一路漲到一千兩百七十五塊 這些大型股 貢獻了指數的八成 所以三月份到四月初的 創新高大家都沒有什麼感覺 指數天天漲 股票天天跌 所以大家會覺得 怎麼感受都不同 所以當很多股票已經先跌了 那指數開始補跌的時候 其實就造就先跌的中小型股票 他就準備要反彈 就準備要反彈 所以我們講了好幾天的IP股 疊最早疊最深 世心我就說跌破三千很離譜 甚至今天早上最低跌到兩千六百九十五塊 因為市場謠言一直在傳說什麼第二季衰退 什麼掉單啊 人家法說都說沒有掉單的 市場還在傳 空頭謠言一直打一直打 所以說跌破三千是買點 那確實還是跌到兩千六百九十五塊 但是我相信你在三千塊以下你買 你套了要不了多久 經過一個月兩個月回頭 你會回頭你會寫寫 因為目前看起來第二季 它應該還是維持一個成長 但第二季可能成長不多 下半年成長就會多 那股票這一波是從四六九 四五六五一路殺到二六九五 跌得這麼深啊 四五六五跌到二六九五 總共跌40% 三月份你說創新高 而且目前據我的了解 第二季也沒有要衰退 什麼Google啦 Microsoft NVIDIA Meta 每一家公司都說要自研AI晶片 那你以為這些公司他們都是做軟體做網路的 他突然間說要自研AI晶片 人呢 IP呢 技術呢 什麼都沒有 你完全沒有基礎 你突然間說我要做五奈米的晶片 你見鬼你怎麼做 四星早上我來查一下104的他的求職的能關資料 他員工五百人 人家來做 確切時間我不確定啦 至少也十幾年 那累積這麼長的跟台電一起合作研發 累積這麼長的技術IP 不是你這些美國大廠你就算家大業大 你沒有相關的人力資源 你沒有技術IP的累積 你突然間要做你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他們要怎麼做 委託給四星創意 或者美國的什麼Block Kong 或者是說Marvel這一些 或者經濟科這些來委託設計 那四星創意做完之後呢 貼你Microsoft Google 就變成你的自由的IC 自己用或者也可以賣 所以所謂的智原晶片 其實就是找台灣的這些業者來做合作 所以這一塊是持續成長態勢非常明確 所以哪來的吊單 他要研發越來越多智原晶片 最多他是換人幫他協助設計 問題是這個趨勢是確認的 所以四星呢從4565跌到2695 總共跌了40% 所以你說創新高 第二季還要成長 下半年會更好 所以這個都是抄底 所以當大盤同時間一路往上漲 但四星同時間一路往下破 結果大盤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其實就是他們開始要反共的時候 雖然我提早一個禮拜告訴你說 我認為其實這邊可以進場 那如果有人聽我的提早進場 這兩天套牢 那你就忍耐一下 這不是說準不準 是說以我的經驗在這邊你去進場 你後面會大賺 沒有辦法跟你保證說 我認為我的看法今天可以進場 明天馬上就賺 沒有那麼厲害 當然盡量我們會抓在一個轉折點 但這種大型股市場因素干擾很多 但是我相信現在這邊就是一個相對的低檔區 那未來我不敢說 因為上面這個層層套牢都是黑K 反彈過程阻力會比較大 但我相信未來一季的時間回到這個季線 大概三千六百多塊錢 有這個實力的 因為基本面其實就是這麼強 經濟科早上先殺到四百六 盤中拉上四百九十四 一度翻紅 那今天沒有像人家那麼強 是因為人家這一波平均跌幅三十六趴 跌三十幾趴四十幾趴的多的是 但經濟科它相對來說沒有跌 它還逆是創高才做拉回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跌到 所以今天反彈也就比較沒有那麼強 但目前呢 我最新更新進度 它六四位元的處理器 目前在最後OS的測試當中 據我了解測試都相當順利 Ninx已經先測完了 那目前在測所謂的Windows 11 那應該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測完之後呢 其他客戶為了共存光照整成本 那只要這個測試完畢 應該會有更多客戶 會跳進來一起簽這一顆 六十四位元的處理器 未來就是用在行程電腦 那大陸都已經很確定了 禁用AMD Intel 所以這一塊客戶的速度會更快 PCIe的部分目前持續洽談當中 那最近據說有更多客戶 跳進來一起討論 想要簽PCIe的案子 第四季公司新聞稿也說有全新的路障 營收有機會更好 那上檔壓力更少嘛 因為它是創新高 才會拉回 上檔沒有層層套牢的賣壓 一旦趨勢轉上去 比這IP股又轉強 那這個上去速度很有機會就是最快 安國盤中最高161塊半 差一點亮燈漲停板 差一點亮燈漲停板 目前還是漲大概7%左右 那我昨天就說 打下來的過程就守住季線 今天守住季線就反彈 IP股裡面還手機線是上的 大概就三家啦 一個金一顆一個安國一個神盾 所以形態姿態最高 M3E跟四星是跌升反彈空間大 那這種姿態最高的上面套牢最少 真的未來真的要漲要過高 一定是這種股票先過高 那拿到日韓新的大單 上個月才剛拿到 台電也有轉一些新的案子給他 今年我上修到超過7塊錢 那人家之前ASIC的本益比 都漲到40倍以上 所以7塊錢乘你40 280現在股價多少 這一波高等181.5元 今天也才大概160 還有很大的空間 那這不是跟你講目標價 我是說以本益比的角度來看的話 空間還有那麼大 整段盤中來到262塊漲7.8% 昨天我都告訴你說 這個沒有跌破基線都是強勢股 基線就是一個支撐 你買在這邊 轉線就算小套 你也不會吃虧 後面要賺都很快 守住季線就反彈 很明確吧 守住季線今天就反彈 甚至沒有點到喔 馬上就上去 今年估計15塊錢 那他是買的是純IP股喔 前山科技跟日本那一家 C開頭的 他們都是純IP股 那純IP股利旺跟M31 本益比甚至一度都高到100多倍 但因為他現在其他的比重還高 但今年估計賺15塊錢 我說30倍就夠他漲的啦 15塊錢成30倍 45成40倍 600塊錢 現在股價還多少 250 260而已 所以我相信 安國跟神頓要漲回到 前一個多禮拜前的高點 我相信都並不是困難的事情 而且有可能速度都會很快 所以IP股就是說 多頭他是領頭 陽線領長 這一波大型股開始接著 把指數往上推的時候 他是領先下跌 跌了大概一個多月 大概兩個月 那跌過頭了 現在指數拉回資金 回頭又去看 就說哇這個太便宜了 回頭又開始買 開始做一個反購 所以他會是這一波反彈的 重要的指標股 M3也是啊 今天盤中一度就亮燈漲 這一波這邊也是跌離譜了 從2095跌到1100 今天是1185塊的低點 總共跌幅43% 那市場只看到說 哇這個三月份營收是衰退 但其實也超過一億啊 這個也不算太爛 那大概這個今年 maybe今年最低點 第二季以後就足跡向上 足月不敢說足跡向上 最新的三奈米的兩個 國際重要級的客戶的新訂單 都已經先簽下來 就像我說三奈米的貢獻 會比五奈米 七奈米或者十奈米 要大的相當多啊 所以這是重量級的利多 那大家只看到說 世新創意一直跌 M3營收也不好 所以跟著一起殺 殺過多之後呢 他就有條件B轉向上 因為三奈米這個利多 是非常大的利多 我認為下半年就會 逐漸開始發酵 那到時候大家又反過來 就是說 討論性率多的時候 股價你就看 這股本的3.4億啊 到時候就會一倍衝天 所以這些IP股 仍然是我們手上 比重最高的布局啦 那我相信 這個再來都很有機會 中央店早上是 創了111塊的波段新高 才做拉回 因為這一波他是跟著大盤創新高 所以跟著大盤拉回 我認為也情有可原吧 那目前是打到跌停板 這難免啦 你會漲停的 其實你多少就會跌停板 強勢股就是活潑啦 那他的無人機具備軍工的題材 他的自主移動機器人 就是AI機器人的概念 那他的AI視覺解決方案 應用在無人機跟自主移動人之上 那這個AI視覺解決方案的演算法 非常的厲害 是得到了NVIDIA的認同 所以目前正在洽談定安 如果說可以拿下來 NVIDIA如果可以採用他的AI視覺解決方案的 這個相關的產品 去應用到他其他的產品的話 那後面他有機會成為最強AI機器人的標股 這波我們是買到91塊4 一路漲到111塊 最多賺21% 雖然說尾盤是打下來跌停板 局勢不變啊 那整體一兩天 過兩天他還是又要再過高 所以像這種股票 好 漲了過程我們沒追嘛 跌下來的過程可以考慮 找機會再做一個封地的一個買進 那另外還有我們也佈局了一檔最新的 陳明店第二 昨天創高今天拉回 我說他是陳明店 跟中央店之後的最新的大標股 因為呢 他從原本的機殼的設備 要跨入機殼的代工 六月份要董監改選 有可能要引進美系的國際大廠 要進入董事會 通常就是說 藉由引進新的團隊進來 會帶進新的業務 這個是業界常見的事情 所以董監改選這次很重要 董監改選的公司 通常股票也都有大行情 所以我說這次講 多重利多的AI新標股 所以趁著今天的拉回 那我相信這也是一個 相當不錯的機會 所以不管是說 你要操作AI股也好 那或者是要佈局 後面的AI的新標股 那趁著這兩天的拉回 我相信你在這邊進場 我不敢說你這個禮拜很快就轉 但大概 maybe下個禮拜 你就發現說 哇聽正老師的是對的 趁著低檔減便宜 後面其實你就可以輕鬆賺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說 來電或者YT留言178加上你的電話 就可以跟著正老師一起買 一起發佈局IP股 跟最新的AI新標股 是大家超級順利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產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